实验3 氧化还原滴定 实验原理 氧化还原滴定是利用已知浓度的氧化剂或还原剂 逐滴加入代测的还原剂或氧化剂中 以求得代测还原剂或氧化剂的浓度 药品使用前必须标定 由于过猛酸钾亦于潮湿环境中分解 因此滴定前其浓度必须标定 过猛酸钾与草酸钠在酸性水溶液中的离子反应方程式 如下列所示 美莫尔过猛酸根得到5莫尔电子 美莫尔草酸根失去2莫尔电子 氧化剂与还原剂的得失电子数相等 达低定终点时 两者的浓度与体积关系如下 过猛酸钾为紫色 亚猛离子为极氮的红色 接近无色 低定之初 紫色的过猛酸根与无色的草酸根作用 生成亚猛离子 溶液一直保持激进无色 直到草酸根用尽 即使一滴过量的过猛酸根也会使溶液成紫色 反应极达终点 由于参与反应的物质 在低定终点前后呈现不同颜色 故无需再添加指示剂 在室温下 本反应之速率缓慢 因此需先加热至70度C左右 使反应加快 对亚铁离子的样品进行低定 经过标定后的过猛酸钾 即可作为标准溶液 对含亚铁离子的样品进行低定 其反应方程式如下 每莫尔过猛酸根得到5莫尔电子 每莫尔亚铁离子失去1莫尔电子 氧化剂与还原剂的得失电子数相等 达低定终点时 两者的莫尔数关系如下列方程式 本实验分两部分 A. 标定过猛酸钾溶液 B. 测定代测试样中的含铁量 实验药品、器材介绍 A. 标定过猛酸钾溶液 实验药品 0.02M过猛酸钾溶液 100毫升 0.050M草酸钾溶液 60毫升 实验器材 250毫升锥形瓶两个 两组低定管 与两支低定管架 50毫升两桶一个 两个漏斗 500毫升烧杯一个 一组电热板附磁搅拌子 一支温度计 一双棉布手套 一支低管 实验步骤 以少量蒸馏水 润洗两支干净的低定管 接着以带标定的过猛酸钾溶液 润洗第一支低定管两次 以0.050M的草酸钾溶液 润洗第二支低定管两次 润洗第二支低定管 用手将漏斗微微脱高 分别将过猛酸钾溶液 及草酸钾溶液 倒入润洗过的两支低定管 由低定管精确取出25.0毫升的草酸钾溶液 至于锥形瓶中 于装油草酸钾溶液的锥形瓶中 加入硫酸钾溶液 约2M 约30毫升 然后加入蒸馀水 约50毫升 装油草酸钾溶液 清斜锥形瓶 让磁角半子轻轻滑入 将锥形瓶置于电热板上 转动磁角半子 以电热板加热至约70度C 但不超过90度C 戴上棉布手套 进行以下操作 以免烫伤 取下锥形瓶 边手摇边滴定 读取过猛酸钾溶液 在滴定管内的出毒数 开始滴定加热过的草酸钾溶液 当紫色消失速率变慢时 必须减慢低定速率 当某一滴过猛酸钾滴入 而紫色不再消失时 即已达到低定终点 此时 此时读取过猛酸钾溶液在滴定管内的莫毒数 柱 若滴定过程中 锥形瓶内液体温度低于70度C 需重新放回加热板加热 实验药品 器材介绍 B 测定代测试样中的含铁量 实验药品 0.02M过猛酸钾溶液100毫升 1克含硫酸钾溶液带测试样 实验器材 250毫升锥形瓶两个 一组低定管与低定管架 50毫升两桶一个 两个漏斗 500毫升烧杯 一台天瓶共用 一支低管 一支玻璃棒 实验步骤 向老师领取含二架铁支代测试样两份 每份各约0.5克 一天瓶精确称其质量 WU至0.01克 取一份试样 置入锥形瓶中 加入2M硫酸溶液 约30毫升 再加蒸馀水 约50毫升 进行搅拌 3M硫酸溶液 油 试入锥形瓶酸溶液 在滴定管内的出读数 开始滴定代测试样 记录达滴定终点时 过猛酸甲溶液在滴定管内的没读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